我實在是不知道邱毅跟黃國昌有什麼不一樣 邱毅就是黃國昌 人家邱毅都還敢開車去撞地檢署 你黃國昌只會叫一大堆老百姓去那邊陪你曬太陽 丟臉 邱毅都比黃國昌有告知 確實 好 感謝飲水思言 緩清復明只是一個口號 跟阿彌陀佛是一樣的 是嗎 我在這邊公開邀請 叫全上來找我 我跟黃國昌打一場 黃國昌一定不敢 他一定不敢 補一百萬他不敢 他絕對不敢 黃國昌不敢跟我打 他可能會跟你說要出場會什麼的 我們可以優惠他戴帽子 比較不會有頭髮掉下來的問題 啊 可以把頭髮遮住啊 好啦 以前的黃國昌是至少還有論述能力的 可以辯論的 現在要叫他辯論現在都不敢出來 人耶 好不好 所以以後 因為目前為止 從黃國昌付出 從大黃公司要當然讀懂這樣子 楊楊莎爾付出 到現在當民眾黨立委 可能要當民眾黨主席了 找他辯論的人 沒有一個成...沒有一個成型的啦 在這邊跟他講出來打架啦 找我們立委打架 學弟出來打架 他哪打就贏 阿永講的講不聽啊 君子 可以動口就不要動手 對 可以動手就不要動口 他既然不動口嘛 我們給他一個機會 證明他的英雄主義嘛 不要躲在小草之間 然後呈現一個自己 那一隻最大 我說那一隻草最大嘛 你都在小草裡面 你那一隻當然嘛最大 對不對 來到森林裡面 你那一隻就最小了啦 我說那個植物的樹幹啦 你在小草裡面 你當然是大樹啊 你來森林你那一隻就很小啊 我說尬子啊 我實在是不知道 邱怡跟黃國昌有什麼不一樣 邱怡就是黃國昌 人家邱怡都還敢開車去撞地檢署 你黃國昌只會叫一大堆老百姓 你去那邊陪你曬太陽 丟臉 邱怡都比黃國昌有夠 確實 好 感謝飲水思言 反清復明只是一個口號 跟阿明陀佛是一樣的 是嗎 在這邊那個啦 我在這邊公開邀請啊 叫全上來找我 我跟黃國昌打一場啊 黃國昌一定不敢 他一定不敢 補一百萬他不敢 他絕對不敢 黃國昌不敢跟我打 他可能會跟你說要出場會什麼的 我們可以優惠他戴帽子 喔 比較不會有頭髮掉下來的問題 啊 可以把頭髮遮住啊 好啦 好 接下來繼續 來感謝義雙看到阿扁總統莫名感動 阿扁總統17年未參加雙十節 謝謝 我跟你講啊 我們說道義有道啦 我跟你講今天講 我想了一件事情 做政治人物喔 我當然知道有的人很故理想 有的人很現實 有些人愛錢 有些人愛民生愛權利 可是我總結兩件事情 就是你在你擔任民意代表 縣市首長等等的 你擔任政治人物的期間 你有沒有帶著人群跟著理念走 如果你有理念 你也有選票 這個叫做逐夢踏實 就是我們有方向有目標 不管他是台灣獨立 不管是經濟活絡 不管是兩岸和平 不管你講得出來哪一種 你有一個理念 而且大家願意聽你的跟你走 那個跟統派獨派沒有關係喔 這叫逐夢踏實 如果你有理念 但是沒有人 這個叫做神話故事 就你講得很漂亮 比如說烏托邦 比如說人人超級平等 然後大家都可以拖光光上街 不用擔心目光的干擾 跟言語的嘲笑 這個理念很好啊 對 很困難 沒有人 那叫神話故事 那如果有一種有人 但沒有理念的 有人沒有理念 這個就叫民粹主義 黃國昌現在就是在幹這種事情 整個過程裡面都是網紅行銷 這個叫沿上行銷 你看那個網紅 今天找他吵架 吵一吵 然後兩邊在和解 然後接下來吵另外一個人吵 然後兩邊在和解 那個過程裡面 就會一直互相洗流量 最有名的就是TOYS 誰沒吵過 大概第二有名的才是館長 誰沒吵過 TOYS厲害到行銷 沿上到被超派打 對不對 現在還坐牢 真的是以身四罰 真的 對不對 那個就叫沿上行銷 沿上行銷 你不用擔心沒有對象可以吵的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活很久 可是他其實一直在消耗他的形象 但是因為我每次跟不同的人吵 我會累積新的資者上來 所以他能夠生生不息 TOYS什麼批示沒看過 炸賭 賣賭 然後跑去人家家跟人家吵架 現在開始有茶屋 我跟你講 他現在依然是 點閱非常高的YouTuber 如果他有做的話 美食公道博 摔門 爭議夠大吧 嗯 他開始播沒有那個低於萬的啦 沒有沒有沒有 隨便也是 那一次復播就十幾萬了 對啊 所以一定 館長誰沒吵過架 TOYS胖子不來練 不是TOYS 史丹利 湯子不來練 冰特 罵一罵現在變 錢還什麼 斗內還什麼 他之前戰隊他也有出錢 對 嚴上行銷嘛 黃國昌就嚴上行銷嘛 好要這樣子玩啊 要嚴上嘛 那來打一場啊 直接全上 他們最怕的就是不敢 嚴上行銷最怕的就是不敢面對啦 你每天在那邊嗆嗆的跟真的一樣 館長也有心魔啊 三個字的 那個有聽說一直找他要打 他也不敢打 喔 對不對 所以他嚴上行銷他會有一個極限的嘛 那黃國昌這麼愛講出來辯論啊 不敢辯論出來打 別那麼誤會了啦 黃國昌真的沒有比較 他沒有 他真的沒有比較厲害 我什麼叫論述你知道嗎 以前在廢死反廢死的時候 我們的論述是什麼 請問死刑是否有辦法 請問死刑是否能夠讓犯罪率下降 請問台灣的冤難跟死刑的比例 有沒有一定的連結關係 如果你不相信司法的話 那你是否相信死刑 我不相信司法 罰我怎麼不會破 一生擔破 二生金破 三生豬腳蜜蜜 下巴不破 下巴不破 你要打死刑 你把死刑的管理那一隻刀 盯護給你不相信的司法 他在打你嗎 你不相信這個人 你把你的 你把你的什麼隔林機關槍交給他 他說我如果不中就開槍這樣 我如果搞不到就開到便宜 你不是什麼兵 真的耶 這個人我不相信 這法院這個系統 整個都王八蛋 都民進黨的 但是死刑的 那个请你帮我执行 干瓜小啊 一点论述能力都没有 这就是黄国昌 贴两个face就要上街 以前的黄国昌 是至少还有论述能力的 可以辩论的 现在要叫他辩论 现在都不敢出来 人呢 好不好 所以以后 因为目前为止 从黄国昌付出 从大红公司要单单读懂 这样子洋洋沙有付出 到现在当民众党立委 可能要当民众党主席了 找他辩论的人 没有一个成型的啦 在这边跟他讲出来打架啦 找我们立委打架 学弟出来打架 他哪打都赢 讲的讲不听了啊 君子可以动口就不要动手 可以动手就不要动口 他既然不动口嘛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证明他的英雄主义嘛 不要躲在小草之间 然后呈现一个自己 那一只最大 我说那一只草最大嘛 你都在小草里面 你那一只当然嘛最大 对不对 来到森林里面 你那一只就最小了啦 我说那个植物的树干啦 你在小草里面 你当然是大树啊 你来森林 你那一只就很小啊 我说尬子啊 我是真的觉得黄国昌 是败坏年轻人 什么 伤风败俗 败坏道德 败坏年轻人大小 你有机会做正常人的 不一定要做好的 你如果觉得政治人会很辛苦 那也没有关系 你把它带成这个情况 在捷运站门口集会 讲啊你是死了是不是啊 可以在捷运站门口集会 那种最心中 我们自己参选的时候 都知道大众运输 不要去打扰人家 不要那么不要脸 去把那些路人当成自己人 结果台中有一个罗廷伟在这里啊 选举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去火车 去高铁 去火车站里面拉票 火车站不是高铁 结果两反罢免 去火车站门口拉票 你民众党最厉害 去捷运站门口拉票 造势以后的选举 今天民众党在那边 讲话没有抓 吴佩义 你选连任的时候 就去捷运站门口办 下一届台北市长 不管哪一党的候选人 就去西门町门口办 讲话同意的啊 讲话同意了嘛 民众党可以在捷运门口办 以后大家都办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 以前盈快人贪污嘛 盈快人那个站有国有地嘛 我说如果盈快人可以站国有地 所有年轻人都去海线围 哪一个警戒线就开始围 围到多少都你家的 反正可以占用国有地 立委带头占用国有地嘛 金华城如果可以的话 现在开始全台北都 全台北都开始督根 我们就开个督根公司 教大家怎么拿农机奖励 全台北300万人 我还怕没钱赚 每一栋大楼都可以督根 只要金华城合法 全台北一起督根 黄国差也一样啊 只要民众党可以在那边造势 全台湾都去那边造势 以后要公投要罢免 要连署要杀小都去 那败外风俗嘛 这些人 莫名其妙 字幕志愿者是一边 二伞 impress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